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有兩件事跟大家說 第一件事可能大家都提早知道 就是何君堯議員中了招 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 何律師中招就是中招 你以為一則新聞一句過的新聞 就想說十幾分鐘 不是吧 當中有它的原因 因為何律師中招跟普通人中招有些不同 因為我們中招是不會無緣無故上新聞的 但何律師中招是突然之間 手機很多的新聞APP都跳出來 這件事再加上何律師 一向都是黃人好妒忌好憎恨的人 所以有很多人在抹黑何律師 以及提及到 何律師前陣子才回到內地去處理他的律師事務 在這裏懶惰 何律師肯定在內地帶上病毒下來 再不是 有些人就說 為何何律師不用去捉高灣 趁機就去抹黑政府 又說何律師是否有特權 關於這些種種的抹黑 稍後井仔會和大家講清講楚 另外今天第二件事就是和大家講講國際新聞 事關美國又出了一份所謂的新疆人權報告 然後又露作又說中國的新疆 還要自己在那份報告中寫了一些所謂的建議 希望中國政府可以嚴格去執行一些他們寫出來的建議 一份基於謊言所寫出來的建議 還要拿著這份報告 約束著中國的動作和行為 中國當然不會制 所以稍後就會告訴大家 美方他們怎樣去講這份報告 以及我們中方怎樣去回應 去告訴大家 面對著美國接近侵略式的行動 我們中國會有些什麼回應 還有今天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一條美國干擾中國的時間線 即是幾個星期前 利用台灣去搞中國 跟著就隨著柬埔寨事件 令到台灣相關的新聞燒停了一個星期左右 然後去到兩天前 美國就用新招 拿著這份所謂的新疆人權報告 繼續去搞中國 在時間線上 原來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巧合 甚至乎井仔 是能夠預測或者叫做 估計得到 可能下一個美國的目標就是香港 企圖再透過香港去傷害中國 還有大家看到 美國的出招 是一招接著一招 一招接著一招 但是所有事情都是圍繞著一個時間點去進行 究竟時間上有什麼巧妙 以及美國將會用什麼計劃去對付香港 從而去對付中國 待會井仔會和大家慢慢分享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新冠病毒快測呈陽性 現在正在居家隔離當中 何律斯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 昨天在家裡感覺到喉嚨痛 後來快測陽性 現在吃蓮花清溫膠囊 形容病菌無處不在 何律斯早前回到內地巡視業務 在8月13日已經回到香港 何律斯說染疫肯定與內地無關 自己也不知道感染源頭是什麼 感謝外界的關心 新冠疫情以來 至少有15名立法會議員中招 包括民建聯的謝永迅 何俊賢 鄧家彪 劉業強 炎光 簡慧敏 等等 其實都不單止立法會議員 有很多政府官員都中招 我印象中最新的消息 是以前民建聯的張國軍都中招了 總之真的有很多人中招 關於那些比較尷尬和辱麻的說話 我在這裡說一句起兩句子 希望何律斯早日康復 繼續為香港發聲和出力 然後回到今天想和大家討論的正事上 究竟那些黃人是想著怎樣利用何律斯這件事 去抹黑香港政府 第一件事 他們就說 為何何律斯何君堯不用入竹高灣 為何他可以居家隔離 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他不進去 他是不是有特權 他上次都進去竹高灣那裡 還要在竹高灣開軍事行動 直播還要罵罵罵 是不是怕被何律斯罵 所以他這次就不用進去竹高灣 是不是上完去大陸做律師就很威威 現在是不是事法律為無物 當然何律斯身為一個律師 就不可能是法律如無物 是不是 但是大家要想清楚 沒錯 何律斯是進入竹高灣 但是當時香港的狀況是怎樣 當時我記得好像是12月尾 1月頭 當時香港的疫情都未爆 每天跟你說 有十幾宗的確診 有幾十宗的確診 當時的竹高灣是有大量的位置 再加上當時發生了一宗社會上比較關注的宴會 大家都記得我說哪一件事 站在政府立場來說 當時是一個社會比較重視的事情 以及政府絕對有資源有空間 所以那時候是一視同仁 無論你是立法會議員 還是你是什麼官員 只要你符合了相關條件的話 話知道你是什麼天王老子 你都要進去竹高灣 但是現在也不要說何律斯是否進竹高灣 只是這幾天 有個觀眾 WhatsApp跟我聊天的時候 她跟我說 我的丈夫中了一招 她的丈夫中了一招 已經是即時上網 報了給衛生處 甚至乎是主動找電話號碼去打 希望有人可以接走自己老公去竹高灣 或者去哪裡都好 因為那個觀眾 他就是不想被自己的老公惹到 但是等了三天 日子來到今天的時候 她老公仍然都未被人接走 即是現在是說 有人就算主動想去都好 都沒辦法入到去 都沒辦法聯絡到相關的部門去做處理 大家都知道了 一萬宗的話 究竹高灣的位置是有多麼搶手呢 甚至乎現在是醫管局說 醫院那邊都要調低出院準則 盡量去騰空更多的床位 令到更多接觸 即惹了新冠的人 可以得到合適的治療 所以一個人任不入竹高灣 政府是有了規則的 當然還要衡量當時的環境和資源分佈 還有就是說 其實何律師絕對是有能力做到居家隔離的人 第一 何律師不是住劏房的 我相信她的家環境的衛生 絕對是可以做到一個人去一個廁所 然後其他家人可以去其他的廁所 這樣就可以完全符合居家隔離 那些人經常說 何律師要入竹高灣 你猜她真的為了何律師身體著想嗎 她純粹就是說 知道何律師這樣住的屋 當然是比一般人來得更加要好 就是希望想見人家壞 想見人家要住在一些普通人住的環境 沒有什麼不是想你身體健康 只是想你壞 想你沒有高床軟枕的意思 甚至乎連登仔 很多人都作咒何律師 不過我們正常人 我們走得正 做好人做好事 其實我們是絕對不怕這些事情 相反那些連登仔 自從19年之後 其實他們的報應已經陸陸續續滲出來 還有除了何律師的居家的因素 可以提供到一個合適的隔離位置之外 何律師打了針 還有她的病症都不算嚴重 都是說喉嚨痛 或者少少不舒服 這些全部都是很正常 所以真的不要再老屈說 她有特權她不用去捉高灣 現在大把人想去捉高灣都去不了 你倒不如說可以去捉高灣的人有特權 他們特別幸運 除了捉高灣與否 還有一件事 人們就在乎何律師說 她是不是在國內帶了病毒下來 這件事很明顯不是 因為何律師在8月13日已經下來 距離不要算今天 算昨天再不是算前天 其實日子已經是相距了17日甚至18日 暫時來說 不會說有新冠病毒 是等了18日才會發病的 還有別人的醫學隔離 無論世界都是以前 以前最嚴重的時候 都是說隔離14天 所有病毒都過了潛伏期都會現形 還有現在在香港流行中的BA.4.5 已經是毒性比較低 潛伏期比較短 不過傳播能力比較高的新冠病毒 所以大家都留意到 無論是香港還是全世界都好 早早就已經把所謂的 21日隔離變成14天 甚至乎現在就已經推到 變成7天隔離就搞定 為什麼呢 因為有相關的科學指引 潛伏期越來越短 所以隔離時間越來越短 所以在時間上 絕對大把科學理據 是可以證明到 何律師絕對沒有在內地感染 再把病毒帶回香港 但是總是有些黃人 恨災樂禍 拿景震慶 因為他們現在去笑何律師之餘 也是透過何律師去抹黑中國 這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所謂的一石二鳥的做法 他們當然就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說實話 其實何律師都說了一句 很正確的說話 因為現在香港真的很毒 病毒病菌這些真是無處不在 所以都希望各位觀眾 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自己已經開始有朋友 中了第二次招 井仔自己和家人 都比較幸運 沒有中過招 其中一個家人 很自豪就跟我說 為什麼他沒有中過招 因為他有吃煙 我聽到他講這些話 我頭都痛了 我也不想認他 我又不知跟他說什麼 叫他戒煙 然後他又會出來喘我 就說 那你不就是想我中招 那我作為一個正常的 作為他人的 孩子 我都沒理由說 那你繼續吃吧 這些說話 說完出來 我都怕接受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總之 就是想提醒各位觀眾 小心點 還有留意一下 家裡有沒有 多餘的藥物儲備 因為距離政府去派發 蓮花清溫膠囊 都已經相差了三四個月 可能有些人家裡 就已經用了 或者派了給朋友 在現在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如果家裡沒有的話 個人建議買回看門口 不要等到自己出到兩條線 中了招才去買 因為你當時中了招才去買 雖然法例上你沒有錯 但是就不太好 對這個社會 就有一個不太好的現象出現 還有你也可以轉個那位 就是我中了招 我下去樓下藥房買完藥 我才回到家裡通報 到時我的安心出行 到時才變成紅馬 理論上我不犯法 但是我們作為正常人 就無謂去轉這些法律圈子 所以就盡量做好自己 先準備好一些藥物 以防不時之需 去到第二單新聞 和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 叫做巴切萊特 在8月31日 發表了卸任前最後一份報告 在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 和伊斯蘭的少數族裔 遭到歧視性扣押 可能已經構成了違反人道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也相繼在9月1日發表聲明 歡迎這份報告的釋出 報告顯示了中國政府 惡劣對待維吾爾族等等的少數族裔 並且提供了權威性描述 布林肯說了很多咧咧咧的事情 接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總之中國政府要為此而負上責任 美國將會持續和盟友、公民社會 和國際社會緊密合作 為眾多受害人尋求正義和追究責任 很多官方式的話 聽起來有點複雜 我將它翻譯成為人話 和大家說完 大家就會一清二楚 總之美國現在就寫了一份報告 去砌中國生豬肉 然後就在這塊豬肉裡面 還要寫一些枷鎖出來 去叫說 因為這塊豬肉 所以中國就應該怎樣做 怎樣做和怎樣做 你不做的話 我們就會用正義 用公義之名 去對你進行制裁和懲罰 大家可以想像到 其實所謂的制裁和懲罰 都是去充公一些中國財產 都是打著自己的旗號 然後就去搶走別人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你隨便作一份報告出來 然後你再說 你不跟我的報告走 你屢勸不停 你壞學生 你壞人 你現在就要罰你了 你哪有得說 你本身份報告都是砌生豬肉的 那你叫我去改善的地方 根本就從來不存在這件事 那你叫我怎樣改呢 然後你就說 你改不了 你沒有改 那就是你錯了 那我現在就要搶走你的錢 這件事完全是強盜和流氓的行為 那我們就看看中方怎樣做回應 中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團發言人 也在昨天9月1日強調 所謂的評估是非法文件 更加就是美西方威迫外交的畸形產物 發言人就說 美西方是企圖以姜濟華注定會失敗 發言人就指出 所謂的評估 未經過人權理事會授權 也未徵得中國政府同意 擅自起草發表所謂的評估 嚴重是違反了高專辦的職責 所謂的評估 是以有罪推定式的假設為基礎 是將少數反華分裂分子的言論 作為主要信息來源 刻意忽視中方權威信息和材料 毫無誠信度可言 另外就是 可謂的評估是歪曲了中國的法律和政策 抹黑新疆的反恐和去極端化鬥爭 與人權高專訪華後發表的聲明內容上大相敬挺 嚴重是顛污了人權工作的專業道德和操守 嚴重是干擾了破壞人權領域的國際合作 發言人就強調 所謂的報告只不過是在西方國家的施壓和干預之下 已經淪為西方國家整治打壓發展中國家的幫兇 服務西方政治利益的工具 事實也清楚表明 美西方根本不關心什麼人權 只是用人權問題當作仿指干涉別國內政 將自身的利益凌駕於各國的利益之上 已經成為國際規則和秩序的最大破壞者 其實這份報告的細節是怎樣呢 真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因為他透過一個謊話 然後你去刺穿他的謊話之後 他轉過頭就可以用另外一個謊話去挖你 因為謊話這些東西見基於謊言 不需要有真憑實據的 所以是無限地可以創作的 再不是啦 即是他們有美西方的支持的話 他可以給幾個水去訪問一些當地人 去說一些他們想聽或者他們想表達的東西 有時候人窮致短你扔幾個水給他 去說話大把新疆人 相信是會願意去做這件事的 另外就是說 再不是就找些適當地語言 但又移了文去美西方的人 合起來去拍一條片都可以做到啦 又或者就是啦 你假裝自己是一些正常的記者去訪問完人之後 再透過一些剪接技術 把很多的片段 前前後後剪接後拼在一起 亦都可以做到一些抹黑的效果 把黑的講成白的 把白的講成黑的 這件事很簡單 因為在19年的時候 已經是有很多人在做 而且已經是有不少的香港人中了招 真是相信什麼831事件 又相信什麼721事件 又相信爆眼淚 又相信新屋嶺 太多太多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 其實都是沒有所謂的真相 就是透過一些剪接的片段 拍到一個人哭到傻了 在門口就說 你讓我進去救人 然後再去刻畫到 香港警察就是冷血的 就是說 因為裡面有人走了 所以就點點點了 類似行為 相關的劇本 基本上都是二十年 甚至乎三十年如一日 總之 永遠都是透過這些造假 煽情 煽動 剪頭剪尾 去煽動當地人民的情緒 再加上 現在科技發達 更加容易可以在網上 找到一些他們想要的素材 去進行剪輯 正如井仔昨天所說 其實外國勢力 特別會在十月中之前 即是在二十大之前 就會不斷透過這些軟性的問題 去攻擊中國 即是之前就是佩洛西去台灣 接著上星期的時候 又有些不知什麼的美國官員 又是乘坐美國的軍機去台灣 接著在兩天之前 走出來打新疆牌 因為最能夠用地域問題去傷害 去繁擾 去滋擾中國 都不外乎三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台灣 第二個就是新疆 第三個就是我們香港 這些東西 全部是有鋪排 全部是有時間表 即是一件事跟你玩兩三個禮拜 然後再休息一兩個禮拜之後 再拘捕下一單去搞你 其實目的就是想在中國 在二十大之前 就能夠為中國 帶來一些動蕩和亂局 因為現在是處於一個政權的過渡期 即是說是過渡期 隨時是連任的 但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現在 中國是有更大的事情需要去處理 當然除了二十大之外 也有中國國內的疫情問題要去處理 然後美國就是 撐准著中國的這段時間 在隔離不斷旁敲刺激 令到中國 即是就算想去反擊都好 暫時都是因為有更大的事 那就不要壞了那些大事 所以就是會趁著別人不空 那段時間不斷去搞人 為何台灣夠膽還擊去打民用機 為何這份新疆的報告 是能夠在九月頭的時候出現呢 全部都是經過精密的安排的 其實按照這套邏輯的話 大家是可以預計到 在十月之前 或者在十月頭的時候 美國也會去對香港 進行一些我們想像不到的行動 其實這件事 不是說我自己腦吹出來 因為之前其實美國都試過的 就是說因為香港政府 DQ了當時好像四個 還是五個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跟著呢 就走出來去制裁中國的官員 還要是制裁那些 是屬於國家領導人的官員 不是制裁一個 不是制裁兩個 是一次過制裁成十幾個 那些官員 是個個的職位 即是論資排輩 是絕對高過香港的特首的 那居然是為了 香港四個的立法會議員 去制裁中國的國家領導人 那立法會議員 在我們平民眼中看下去 那當然是大了 甚至乎是很多人 無寐以求想去試下做下的職位 但是對於整個中國來說 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又算得是些什麼呢 對啦 美國就拿香港的問題去做藉口 去懲罰中國的高官 大家都看得出用心是何在 還有 美國在昨天也有進一步行動 是頒布了一些禁令 去限制一些電腦的晶片 CPU 對中國出口 當中也包括了香港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美國一定會找多些藉口去搞香港 不過會不會都是制裁中國官員呢 我就看不到有什麼藉口 但是 不排除會利用黎智英案件 去作為藉口 再去制裁多一批新的人 因為大家都會留意到 在這段時間 黎智英的案件 就是時候要去處理 新聞上面 都多了去講述黎智英 或者如果美國 不是去制裁一些香港的官員 可能會透過一些 對我們平民百姓 未必有影響的經濟層面 或者出入口政策方面 去進行一個制裁 除了剛才 井仔和大家分析 搞完台灣 搞新疆 之後大機會輪到香港 以及關於二十大之前 外國會不為餘力去搞香港之外 以及為什麼會搞香港呢 因為大家要留意 兩天前 在香港搞完一個一帶一路的論壇峰會 當中 國務院的副總理 韓正先生 在裏面的講話 提及到 香港是需要再去重新連接這個世界 去為國家的一帶一路 去盡一分力發展 接著昨天 就已經有些媒體放聲就說 香港政府想著在十一月的時候 想著怎樣怎樣放寬外國關口 就算是沒有這些外國媒體所謂的爆料也好 但大家都感覺到 現在香港政府是需要向外國通關的 這些事情我想到 你想到 那幫美國人都肯定看到 所以 我有理由相信 就是美國下一步的做法 就是會嘗試用他們的政策 去打擊香港再次去銜接世界的一個策略 因為香港被疫情拖累得很嚴重 所以就跟很多的國際地方失去了一個聯繫 又或者就是說 外國是未必需要直接去傷害香港的 但是它會突然之間 去推出很多優惠政策去慫恿其他的國家 去慫恿其他的商人去光顧新加坡 而不光顧香港 亦都就是說 會去幫助新加坡進一步去搶走香港的人才 透過這種間接的方式去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地位 所以大家是留意到 近日很多的政治新聞都提及到搶人才搶人才 甚至乎連韓正他的講話裡 也有提及到要去找更多人才來香港的問題 所以現在新加坡 就叫做撤葬成長的背後 會不會有美國在後面支持呢? 會不會是美國一直用一種耳本傷人的模式 透過去傷害香港 再間接去傷害中國呢? 這一點都不奇怪 井仔這條片就會在9月2日播出 到時大家可以去看看 在二十大之前 美國是否真的會有小動作 走來傷害香港? 特別是說傷害香港去和國際銜接的這個部分 或者是基於中國的一帶一路 去對香港進行有關方面的壓制和制裁 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井仔猜不猜中美國人的心態 今集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集再見 好,就這樣 拜拜